現在我們訂了三個平台 第一隻應該得到的應該是科興 之前說過的就是滅滅技術那隻 現在科興有第三期的數據嗎 根據許樹昌教授 他昨天也說 應該這一兩天就會有一些數據 當然我們現在就有一個獨立的顧問專家委員會 如果有數據我們也會立刻檢視 而這些疫苗翻貨我們都主動跟疫苗製造商緊密聯絡 希望它能夠達到它承諾的一些時間 整體的情況 現在我想去揣測它能不能夠到貨等等 這些可能都是言之上早的 有一個比較挑戰性的一個物流 其中一隻Beyond Tech那隻 我們的計劃都是設立一些 在社區裡面一些疫苗注射中心去處理的 整個的疫苗接種計劃都是一個政府的行為 我們如果沒有那麼挑戰性的儲藏 或者是其他在整體的物流上面 我們都是能夠控制的話 我們都是除了一些社區的檢測中心 我們都會考慮 就是說去令到 例如私家醫生那些都是可以參與的 除了有電腦平台登記之外 打了針之後 我們都會有一個紀錄 令到市民是可以知道自己打了針 有一個紀錄 其實從一個公共衛生的角度 我們大量做多些大規模的檢測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是智力不斷改善 不斷推出 也是總結經驗 我都明白到有意見 都覺得在一些執行的細節或者推出那裡 應該是要改善的 我亦都要求衛生署和一些執行的部門 其實他們是在敲定一些細節 推出和去做這些工作 其實都是要更加到位